經核酸檢測陽性個案共有1658宗 在快速抗原檢測平台 我們共收到1596宗陽性經核實情報 昨天共有3254宗陽性個案 至今到目前為止 在第五波疫情中 共有116萬5183宗陽性個案 第五波疫情到目前為止 共有8136宗死亡個案 較昨天新增87宗死亡個案 至今個案的病死率是0.7% 關於週末4月8至10日 全民的快速抗原檢測 我們也鼓勵市民盡量利用這次機會 可以在這三天中 連續三天用政府分法的快速抗原檢測 中的試劑進行測試 目的就是希望將一些現時在社區上的隱形個案 在短時間盡快找到出來 讓我們知道現時在社區內 我們到時可以了解到 在現時社區內究竟存在多少個隱形個案 以至於我們能夠更加掌握疫情的真實情況或趨勢 至於到時會發現多少個案 現時我們也沒有辦法很準確地判斷 要視乎市民參與 如果越多市民參與的時候 變成在社區上如果有個案的時候 就可以找得出來 我們當然希望找到越多個案越好 因為這些個案本身已經受到感染 它存在在社區內 如果不找到它出來的時候 變成這些個案會繼續 可能是隱形個案 繼續在社區構成傳播 以至傳播鏈不能撤斷 疫情會繼續蔓延下去 如果檢測到陽性的時候 一定要向衛生署經過我們的快速抗原檢測的平台 就是情報他們的陽性的結果 現時有足夠的社區隔離設施 是可以容納得到病人的 我們的網上系統 也都是現時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處理到大量的個案 現時我們的快速抗原檢測的新報平台 每分鐘可以處理到1000個個案 所以相信可以應付到 即使有大量的市民情報的時候 都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大量的品牌 好幾乎 它我們看到 都可以傾斷 你沒有發現